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所接触的东西 都没有教这个的 因为他不讲来生 特别在西方 他把这个化成宗教教育 宗教教育 这是宗教的名词 最早的时候 在我们东方是没有的 我们只有教 教不是教 教是什么 教派 教会 所以真正的佛门的教派的分裂 是源自于欧洲的 欧洲的后来的天主教 基督教 东正教等等的 从耶稣基督开始分支以后 有了很多的教派 不同的教派 所以大家佛教也好 道教也好 后期西方文化传入到我们东方来以后 我们跟他们学 也创立了很多教派 这有了这个教派 但之前在我们东方文化中是没有教派的 为什么没有教派 因为所有的叫教 它不叫教派 佛教 佛教就是要教你东西 我们现在叫佛教宗派 佛教宗派就是教着教着都不教释迦牟尼的东西了 都开始教自己的东西 这就成了教派了 我是出家的某一个三头的主持 我有一套 下面所有的信众都信了我了 信了我了的同时把释迦牟尼也忘了 这个时候它就叫佛教宗派 佛教山头 所以它不叫佛教 佛教就是只有一个人在教 谁在教我们 释迦牟尼佛 因为我们从2500年前到现在 作为一个人 成佛 只有一个人 这个人是谁呢 释迦牟尼佛 他是唯一的获得舒耗的一个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这么一个人 其他的没有第二个人 其他的最高成就的 在这个人世间 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这2500年里面 最高成就的有成就菩萨国的 就是副教授级别的 未来在人间 他也有一个跟释迦牟尼佛一样的成就者 他叫弥勒佛 但是他现在还是菩萨国位 我们称为他的时候叫当来下生弥勒尊佛 而不能现在就称他弥勒佛 为什么 叫建月 因为他现在还是副教授 他现在还是菩萨 所以他叫弥勒菩萨 是未来佛 现在还没有成佛 说佛教 我们为什么要纠正这个名词 就是佛教记住了 我们只有一个老师 叫释迦牟尼佛 这个叫佛教 作为宗教的教派 这个时候有很多的教派 很多的山头 这个问题就大了 为什么 他就乱了 我们新加坡的老师教学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教育大纲 教育部制定的一个教学大纲 所以你要教的话 你一定要教什么东西 要依着这个教学大纲教 你不能说我是中国来的教师 我按中国的教学大纲教 我不按你新加坡的教育部的教育大纲教 那你一定被学校怎么样out出去 因为你教的学生一个都不及格 为什么 按照新加坡的教育大纲考试 你的学生通通都会被out出去 就是不合格 所以大家知道我们的一个时速教育 实际上每个老师你可以教 但是你教的东西一定是教育部的东西 你不是自己的东西 你想怎么教就怎么教 你到中学生你开始教微积分了 你大学里你是微积分高手 结果你到高中你不教乘法 不教开平方 不教立方法 然后你去教微积分了 你说这个高 我在大学里这个厉害 我直接教你大学的 你要被开除的 因为你是中学老师 你应该按照教育部的大纲来教中学的东西 一个佛教里面的教学 今天我们发现了一个问题 违背了佛教这两个字 这些老师他都是什么 叫清教师 清教师就说 释迦牟尼现在不在 我替他辅导你 所以我们在称呼的时候 我们都要加这个师前面 加一个本师 本是什么 根本的本 本师释迦牟尼 这个问题我们今天在理清佛教的教育的时候 大家要重视 把这个教字的读音给纠正过来 我们要学佛教的东西 我们不是一个简单的迷信者 崇拜者 当然你可以把它变成一个一生的追求 变成一个宗教信仰 这个我不反对 并且这个很好 这个没有宗教信仰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世界 为什么 我们现在中国大陆我们看到这个问题了 中国大陆在我们这个年代的时候 我们信仰共产主义 信仰社会主义 信仰全人类都可以公平地过上一个富足的生活 我们信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为这个信念去奋斗 所以我们这个年代 我今年50岁 50岁到60岁教育出来的甚至70岁的这一批人 都特别的有公心 我们叫为人民服务 为人民服务的时候都可以把自己不管了 只要人民开心 我就开心 我们是在这种环境中受的教育 但是后期他教育改革以后把这个信念去掉了 你还是要自私一点 照顾好自己好不好 所以导致了今天的教育失去了一个信仰 就是人没有一个追求了 佛教信仰 道教信仰 基督教信仰 天主教信仰 印度的一些宗教的信仰 各自的各个民族 都有自己的宗教 这是个好事情 所以这个儒使道三家 儒教信仰 孔子的信仰 然后道家信仰 老子的信仰 佛家信仰 佛教的信仰 释迦牟尼佛的信仰 从几千年的 从2500年前到现在 是根深蒂固的 在我们的血液中 在我们的骨 在我们的肉里的信仰 我来到南洋以后 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我经常问我的一些学生 你们信什么的 他说 老师 你告诉我 我信什么的 我这个觉得挺奇怪的 你的信仰你告诉我 让我告诉你 他说 你看 我妈从小带着我拜观音 所以我现在拜观音菩萨 拜观音菩萨就是佛教信仰了 观音菩萨他是佛教的我们的一个大菩萨 他说 我也拜土地公 我也拜你们最厉害的福建人叫天宫 天宫圣诞 正月初九 我也拜天宫 拜天宫就是道教信仰了 为什么 天宫是玉皇大帝 它是主掌着我们所有的三十六重天的主宰者 你拜天宫 拜玉皇大帝 这个是道教信仰 我也学孔蒙之道 我也重视人与理智信 怎么做人 我信孔子的教育 他说 你这个是什么 你看我是什么信仰 那我最后给他总结两字 我说拜神的 拜神的就是什么神我都拜 所以说我们华人很容易接受基督教的信仰 因为我们接受基督教的信仰 我们把耶稣基督当神了 我们把上帝当神了 天主教的信仰也是这样 一开始接触天主教的时候把那个上帝当成神了 当成我们的玉皇大帝一样的这种神明了 把耶稣也当成神明了 所以我们华人很容易接受西方的天主教基督教信仰 并且这个人数很多 比方我们在新加坡 我了解了一下 我们华人大概有百分之三十的比例 新加坡的华人有百分之三十的比例是信天主教跟基督教的 尤其以信基督教的为主 其他的地方都是这样的 包括马来西亚 还有菲律宾 香港 这个华人的居住区 你去了解印尼 很多都信天主教基督教的 为什么 他们很容易接受 因为我多个神无所谓 我多个神无所谓 我原来信观音 拜天宫 拜土地 拜城隍 现在又多了个拜耶稣 没事 因为我这是拜神的 哪路神明都管我 无所谓 这是我们华人典型的一个特点 这是海外华人在海外打拼的时候 实际上都是叫拜神教 拜神教是什么神明我都信 这个好不好呢 好 所以我们新加坡才有个国策 叫宗教的平等 种族的平等 就是相互之间各个宗教不可以相互攻击 这变成我们一个国家的政策 我一到这儿来一看 我说好 因为我开始搞宗教研究的 我说难得有这么一片净土可以相互的共存 所有的宗教在这儿都可以共存 不相互攻击 因为攻击了要坐牢 咱们新加坡法律很严格 攻击了要坐牢了 但是事实上是什么 事实上我们从实相上去看 我们的佛教 佛教的东西它有三种教法 一种教法是文字 就是通过文字老师在讲 讲是讲文字 言语 吟声 词句 段落 文章 这些都是文字组成的 通过文字来教育 来教你 还有一种方法叫观照 直接我不教你文字了 这个文字很容易使你误会 他在佛教里面有一个纸月鲁 禅宗里面有一个纸月鲁 这么一本书 纸月鲁是什么意思呢 他是说你看天上那个月亮 拿个手告诉你纸 你看天上那个月亮 然后大家就不看月亮 看你的手指 这个对还是不对 所以肯定不对 因为我用手指指天上的月亮的时候 我是要用这个手指示方向 月亮不在哪儿 月亮在这儿 所以你来看这个月亮 月亮多么美今天 很美 很亮 很明 所以我用这个方向 用手指引导你看这个方向 你就看到了月亮 但是很多人把指向月亮的手就变成了月亮 老师这个手才是月亮 老师让我看月亮我就看手 这个指示佛家的 或者是释迦牟尼悟道的真相 老子悟道的真相 耶稣基督悟道的真相的 这个手是什么呢 叫文字 他通过文字描述 说这个月亮是这样的 圆的 亮的 有光的 不要眼的 怎么样的描述来说这个月亮 但是你把那个当月亮 你把那个文字描述当月亮 明明月亮在那儿 你看就像 那个月亮在那儿 你不用说了 我知道 那就是月亮 这个叫十相 十相要通过什么去呢 要通过你的眼 耳 鼻 舌 身 意 这六个工具去亲自的去接触 比方说我眼睛看 直接看 这个叫观照 我拿眼睛往天上一看 你不要说月亮了 我看到了 我看到十相的月亮 那个叫观照 我也不看 我也不去说了 不说月亮是什么了 也不去看了 你自己看 那个就叫十相 为什么 你看不看那个月亮都挂在天边 挂在天边的就是月亮 你说它不是月亮 你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子慕 对不对 英语是不是子慕 我的这个英语很烂 我一讲英语 我儿子说我不认识你 他先我发音不准 连爹都不认了 他说后来我没有信心讲英语 这个儿子不爱听 所以十相是什么 你不看他还在那 你看他也在那 你不看他也在那 那个就叫十相了 月亮就在天边 所以我们讲到智慧的时候 佛们用了一个般若的这两个词汇 什么叫般若 般若就是智慧 智慧因为它的意思太深奥了 它有文字智慧 有观照智慧 有实相智慧 你只是翻译智慧就把那个东西要用三个来说 所以它干脆叫般若 般若是印度话 这个叫多意不翻 就在翻译经典的时候 因为它有多重的意思 他要老是慢慢去引导你才知道什么叫智慧 因为我们有智也有慧 但是我们平常时间把智当成慧 智是什么呢? 好漂亮 就像激光的粉 你不需要这种干净吗? 感谢观看